哈喽大家好 我是秋姐 起看所有的疑惑 重磅消息啊 重磅消息小凯们 就在昨天呢 秋姐说了粉丝们的评论 说平克曼的频道 已经恢复了正常 之前秋姐已经揭秘过了 平克曼公司账号呢 已经被封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凯们可以看回去这部视频哦 秋姐会把这些视频 发的视频最后 段时间去小凯们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呢 现在平克曼的账号呢 也是恢复了正常 二号不说 我们去搜索一下 这还确确实实 平克曼账号呢 已经恢复了正常 所有视频呢 已经恢复了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呢 秋姐是新制出版的平克曼 当然呢 平克曼是怎么回复到的 平克曼说呢 他已经跟公司和好了 当然呢 具体的原因 平克曼也是有说到 可是由于呢 平克曼发的是语音 所以呢 却也就在这简短了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要知道啊 平克曼呢 是全是主播 所以呢 他一旦没有了 这个视频收入呢 他就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经过平克曼 生生所欲之后呢 平克曼频道赚的钱呢 50%要分给公司 50%的话 他在哪 简单来说呢 就是55开 可是经过这次洗漱之后呢 80%平克曼哪 20%公司哪 所以呢 最终达成协议 所以平克曼跟他公司呢 已经和好了 当然 荧幕前销 开门对策什么看法呢 主体在这呢 也是恭喜平克曼回归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